《教堂的老虎》 《教堂的老虎》 大家可以看到這隻老虎的臉 它是一隻叫龍滿面 很有福氣的感覺 那你們可以看到 他的鼻子的造型是我特別設計的 他鼻子是一個如意的造型 我們所謂眼觀鼻 鼻觀心 所以這個如意的造型就是 我們一般在講的就是順心如意的代表 各位東森長寶閣的長家大家好 我是劉武 我今天帶這一組 那個金虎騎虎茶劇組 來給大家欣賞一下 因為之前我今年就是 之前一直設計這一組老虎的作品 已經試了十幾個 應該有超過十組 可是都沒有說很滿意 所以我們從鼻牛 就直接把它跳過虎 就是會變成兔仙來呈現給大家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之前設計的那個圖 就是作品都不是非常滿意 那我這個設計是用葫蘆的造型 我們自古以來葫蘆就是一個寶物 那也是一個福氣的象徵 所以我才把這個葫蘆造型拿來當一個茶壺 那所謂葫蘆當個茶壺 又有一個另外一個意義就是 我們拿起來倒水的時候 它就是叫做福倒的意思 那我今天這個葫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用的這個顏色 是叫做電藍瓶光柚 這是我多年來一直研發的一個顏色 如果說你們一般到陶瓷博物館去的話 跟他說這個顏色他就會說出我的名字 因為這個顏色已經是我的代表色了 所以我今天這一組茶劇組 就是用我的代表色來呈現給大家看 那我來講解一下這一組 就是說我現在你們看到這個把手 就是這個葫蘆的那個 它的蝴蝶結 它這個殘袋當作一個把手 所以它整個呈現出來會一個比較流暢的感覺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今天把這隻老虎 因為我之前設計的老虎圖樣都 我是覺得不太滿意 就是因為它沒有一個喜氣 有福氣的感覺 所以我特別一直想了很久 所以到了今年年底 才把這一隻老虎呈現出來給大家 就是你們可以看出這隻老虎 它的樣子是有一點可愛 憨厚的感覺 我們所謂的眼觀鼻 鼻觀心 這隻老虎它的鼻子就是用如意的造型 所以鼻觀心就是我們叫做順心如意 這個就是順心如意的代表 再來就是這個虎扭 我特別用一個黃金蝴蝶來做一個虎扭 因為我把這隻蝴蝶做在這邊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拿起來真的要用的時候 它絕對不會 蓋子絕對不會掉下來 因為你的手會卡到這個蝴蝶 所以我當初設計的時候我也想到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人這個不小心就 這個虎扭就掉了 那這隻黃金蝴蝶呢 它又有一個福氣萬千的意思 因為它會飛起來 那再來就是這隻茶壺 它有總共有五隻蝴蝶 那個五隻蝴蝴 就是五蝴敬財的意思 那我們看到後面還有一個圓滿的金錢 上面有一個虎虎生蜂 有一隻蝴蝴在上面 所以這個又叫做那個蝴氣敬財 那我們看到我現在用的就是用黃金跟白金 兩個來呈現這一組作品 就是說這個黃金 它是用那個德國進口的黃金水下去處理的 那白金也是 大家都知道這個金價是非常貴的 現在這個一百公克都要到三萬多塊了 所以我們就是會把這個黃金跟白金弄在上面 讓它呈現得更為貴氣 那你看銀色的這種蝴蝴 它其實它是用白金做成的 它有一個含義叫做銀蝴 就是銀色的蝴蝴叫做銀蝴的意思 五隻白金蝴蝴 它叫做五蝴銀材的意思 這個杯子是我特別選的一個彈型圓滿杯 上面你們大家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一個金錢裡面 有很多那個海浪的紋飾 叫做我們叫做銀蝴叫做潛水 就是井水的意思 那這個就是有一隻蝴蝴在裡面 它這個意思就是說銀蝴敬財杯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銀蝴敬財杯 那我們整組茶具組 這個金蝴茶具組 為您帶來順心如意五蝴敬財 以及蝴氣萬千 這件提涼蝴本身就是一顆飽滿的蝴蝴 以寶藍色的蝴蝶結做蝶繞為提靶 蝴紐欺襲著一隻精緻的黃金蝴蝶 湖身一面有一隻憨厚的可愛的笑容滿面的 它是一隻黃金老虎 正在和五隻白金蝶蝴一同嬉戏 另一面則有如意祥雲纏繞著一顆閃閃發亮的 蝴虎身風金蝶也是充滿這一組茶具組的巧思 同樣的銀色的蝴蝴翔翔在祥雲和萬蝴金蝶之間 迎來滿滿的幸福和福氣 這一組金虎祈福茶具組 我從年初設計到年尾 中間有經過了應該有超過十組吧 都是我不太滿意的作品 所以從年初到年尾 我才把現在這個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組茶具組 謝謝